第三個模式就叫做活力恢復模式 我以為會用到很適合的位置 大家好,歡迎收看EG大國仔 大家好,條大的喜順 這條影片是EG大國仔5萬訂閱的give away 到底give away什麼呢? 我身後有這麼大的箱子 電競天皇耳 總之就是將電競耳和按摩耳合體 既然可以一邊打機,一邊按摩 看來人類這個冷度的程度 又可以進入一個新的層次 很快就變成了威依的肥仔 對,威 你說的那些人只會放在這裡 好多謝他們送了這張椅子給我 我現在就可以拍一條影片 跟大家實測一下到底它正不正 大家認不認得它 是開箱到 好像已經有年多沒拍過開箱 它還在响樹 給大家看一下它 這個一樣那麼鋒利 一樣那麼鋒利,因為沒用過 大家看一看它之後 它要回家休息一下 這條影片依然沒有出場餘地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箱 一種就已經開好了 那為什麼會這樣呢? 因為它送來的時候說師傅可以幫忙安裝的 那我為人平時裝普通的電腦椅 我之前在公司裝是試過把坐的位置和握的位置調轉了來上 即是你人要騎在這張椅子裡這樣用 那這次還要有電子的東西 我覺得還是給師傅安裝會比較穩陣的 它自己是有三個模式的 那第一個就叫做 鞭頸舒緩模式 那名字很韓的 那主要就是這一部分 頸和肩膀 就按一下你 捏一下你 那第二個模式就是 腰部舒緩模式 那主要就是你下背部的那些肌肉 那當然啦 如果你覺得它的位置不中的話 你可以自己微調的 我經常都覺得它的隱藏式控制器真的很帥 那第三個模式就叫做 活力恢復模式 那名字都挺男士保健的 但是大家就不要誤會了 它主要是恢復你上半身的活力 那它會由上而下 這樣捏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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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是恢復你 因為打機而緊張的那些肌肉 緊張的肌肉 很緊張的肌肉 不是那些肌肉 打機啊 不是大腿啊 因為我平時對電腦都真的很長時間 我的背部、肩膀、頸部 尤其是頸部 是真的很有一點緊的 所以如果它真的按到 那就實在太好了 那是時候就實測一下 到底一邊打機一邊按摩的感覺是怎樣 不是不行的 按下腰的時候沒什麼問題 按下屁股的時候也沒什麼問題 一會兒讓它翻上肩膀 好,準備一下 我感覺到肩膀有東西要來了 肩膀吧 OMG 我現在看到有一點冷感 我建議不要打這個FPS的遊戲 不要打射擊遊戲 不然一上肩膀的時候 你的手就會進入了這個 老人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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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面應該以為我拍金順 它也會拿著喇叭 這些聲音就不會說是很漂亮的 但是分左右就真的沒什麼問題 當然平時令到我頸痛的原因 當然不是打機 是為了一些更加努力的原因 就是剪片 因為我剪片是用我最多時間 我現在試試剪片 暫時是沒什麼問題的 暫時是沒什麼問題的 如果做一些細微的操作 例如教我一下這套 是可以的 我發現就是這個Tune聲音的大小的時候 出現了小POP 很棒 當你想做一些精準一點的動作的時候 大家可以看到 我的畫面變得像Disco一樣 又動了 只能說這張椅子 想做一些微細的操作 是真的不容易的 但如果像我現在這樣 調到它最低 然後就這樣睡下去 可能聽歌 看電影 那就是一流的 所以建議就是 要不就專心戲 要不就專心做事 那是最好的 那用後感就是 這張椅子真的很夠力水 就不是那些純兼密 就是二合一 又好像很厲害 它真的有靈去幫你按摩 那不如在這個時候 也給我女朋友試用一下吧 好痕啊 好痕? 好痕啊 我有些... 其實它切了我的頭 但是它上去了 它過了我的頭 它下來了 它轉了模式 剛才那個東西 是突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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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來的 現在是突分 但現在它是這樣轉 現在突突突突突突 不是 因為我本身是很怕癢 完全 你完全不喜歡被人按摩 有沒有腰? 有沒有腰? 不是 沒有啊,還在頭上 對啊,因為你矮呢? 蛤? 有沒有一個正常的腰是坐在這裡的? 你跟我說 跟你姓 爭卓欣 哎呀 喂 嘩 嘩,因為它是自動的,所以它是OK的 但是它突然轉,真的很痕 哈哈 那你覺得舒不舒服? 我覺得舒服啊 因為我平時很怕出去被人按摩 但是有時候又會真的腰痠骨痛的時候 真的很想按一下 那它會不會讓你來我這裡的次數增加? 會啊 我每次來我就是一天就坐在這裡 做事 水 水 吃東西 餓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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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又不可以完全讚它 因為呢,都會有些東西可以改善的 可以改善的地方呢 就是力度是沒得調教的 就是用寫一隻力的 還有身為一張有套的椅子 它是需要用電線去扔著 哦 我可以用一些很適合的位置 都寫 雖然它沒有安全身 但是它能夠扔到我頸的這些位置 就已經夠我按幾個小時了 千萬不要這樣做 我這樣說 誇張了我一點 但是我真的會很喜歡它按我頸的位置 還有,有很多按摩椅 都是整個山的放在這裡 那這一張呢 它都可以叫做流動按摩椅 那若然你買了回家之後 你是可以孝順你的家人 即是你就可以做到一個流動的孝順仔 所以那時候呢 讓你家人舒服一下 那它就不會說你亂的買東西 塞掉吧 好了,那到了最後最後 我最不捨得的give away環節 那其實呢 我是很不想做今次的give away 那因為我真的覺得這張椅子按摩椅子 會按得很爽 但是適逢小弟又五萬訂閱 原來沒理由做一個give away送一顆糖 又不能夠太寒酸 那所以這一份享受呢 我就唯有送給支持了我這麼久的觀眾 還有想起一些智者的智理名言 就是你沒有成就就不要這麼享受 那所以我也覺得對的 如果我繼續享受下去的話 大家可能兩個星期才看到一條影片 那跟攪屎棍之前的give awayiPhone一樣 最重要的就是 首先你有訂閱Easy大哥仔 還有你有看過這條影片先 我遲些就會在IG開一個post 專門講這條影片的give away 那就在那個post那裡 就tag三位你的朋友 最好的三位朋友 平時都沒有看Easy大哥仔 到最後就在description box 的google form那裡 就寫下 寫下 寫下問你的問題 留下你的電話 然後可能會有些少東西給你填的 就可能是例如 為什麼你會想得到這張椅子 之類的說話 然後跟以前搞之關iPhone give away一樣 我就會再拍一條影片 就是過去打電話 給抽中的觀眾 抽中了之後 就會在我Facebook的平台公佈 我還是Facebook的平台 那今次的give... 追重了... 那今次的5萬訂閱 give away 就到這裡了 如果之後有更多的東西開箱 就會在Easy大哥仔 給大家拍的 大家如果喜歡看的話 就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追蹤我的IG和Facebook 我們下一條影片再見 希望快點做到10萬的give away 說笑而已 7萬可以做好不好 BYE BYE 讓大家拍下 看作得到10萬分 太陽 可愛